今天台灣MeToo風波延燒 藝人歐陽靖日前在社群平台 透露自己曾因為蛇環 而遭到言語性騷擾 當時他與前夫還有一位男性晚輩聚餐 歐陽靖在吃雙麒麟時 那位男性晚輩察覺到他的蛇環 立刻露出不懷好意的笑容 還與前夫利用蛇環開黃腔 讓他因此留下陰影 從此沒有在別人面前吃雙麒麟 或是露出舌頭 他很慶幸自己選擇了單親育兒 因為孩子的生父並不尊重女生 很有可能會影響到孩子的性別觀念 此外歐陽靖也透露自己 有一位大10歲的日本男性友人 對方是一位紳士高收入 品味好的單身男性 卻毫不避諱承認自己好色 還說自己只喜歡與專業的性工作者交流 所以不想結婚或交女友 有趣的是這位男性友人 與一般女性朋友相處 從來不會毛手毛腳 女士跟他相處也很自在安心 搭在對方很有分寸感 也很欣賞這樣的自治力 都是性格子 也很欣賞這樣的自治力 除了之前 醫療者的太誠臺 和我女生中 玉莫嫻 雖然 公肯 不是 蠻 就是 官方